中秋节快到了 台北市预告 在中秋连续假期的前一天下午开始 开放大池桥下的空间 让民众烤肉 不过有意愿之余 以前都是开放五天 今年中秋节没有廉价 却只有开放两天 建议维持以前的五天 避免开放时间过短 导致场地拥挤 不过对此水利处回应 因应净零碳排自制条例 烤粮烤肉不仅增加碳排 还会增加垃圾引发民怨 因此仍然维持开放两天 时间是9月16号礼拜一 下午5点到9月17号礼拜二 同时也呼吁只能在指定的区域烤肉 如果发现民众在没有开放的地点烤肉的话 恐怕开罚最高6000块 不过今年中秋节 到底能不能看到月亮呢 台北市立天文馆预告 9月17号中秋节正逢土星合月 虽然不是满月 但隔天会出现超级满月 东森新闻 温燕军 蔡孟俊 台北报道 第1个鲜巾 第2个鲜巾 2号 适量